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主攻部队会换人 因为毕竟AI真的产业链太广 那我简单来讲 比如说先前的伺服器个股 类似啊 可能是广达 伟创 营业 达基加等等 比较倾向于就是跌生反弹 而这一波的主流部队 大概是从联发科开始所带起来的一个 算是新主流 我应该是这么讲 因为联发科攻的是 在AI里面叫做边缘运算 因为到中端专制了 智慧型手机啊 PC都有AI的晶片 这个叫边缘的运算装置 你看当时 六七月份在涨AI的时候 联发科都没涨 联发科是九月份十月份过后 才开始做起涨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AI的主流部队个股会换人当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架构之下 会有所转变 那联发科上来之后 同集团的像是郁太会同步的受贿 虽然都是高价股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联发科太贵 要一千块买不下去的话 郁太可能是第二个选择 因为去年 联发科入股郁太取得两心董事 那郁太就是 为什么要入股郁太就是 他要跟联发科一起打进智慧型手机市场 因为郁太做的是这个 NES麦克风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郁太的营收也不错 十月营收创下16个月高 外资同性都在买 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营运的状况 跟股价的联动性很高 因为都是同集团的个股 那再来刚好今天 另外一家这个美国的伺服器大厂 Amex KY在台卦牌 这个蜜月行情今天表现相当不错 那它会跟哪些产业联动 这个涨幅因为是第一天 所以没有涨幅限制是吧 对对对第一天没有涨幅限制 代号6933 那它会跟拿机场个股比较 微影 旗红 双红 因为主要做这个 伺服器的一些解决厂商 还有易冷散热 那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筹码 如果说当然旗红 双红 我觉得散热当然不错 微影当然也很好 但是他们最大的 就是现在面对到的 就是因为他们前一波有大涨一波 那六七月份的高点都还没过的话 当股价上去之后 它会面临到前一波的解套卖压 当然我觉得这些产业都相当好 只是说以这个角度 就是说操作的节奏来看的话 刚挂牌的这个MS KY 或许是更有爆发力 因为它的筹码面是安定的 因为第一天挂牌 那在外流通这个筹码才刚开始 而且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一些大股东的一个手上 而且价位来讲 你说微影一千多块了 可能真的一千八很难买下去 齐红双红今年以来涨幅也很高 都三百多块 相对于MS KY 现在当然今天因为没有涨跌幅限制 然后再涨了一倍多 因为它挂牌价大概九十 但是它目前的价位是大概两百三左右 我觉得或许它都有机会再向上比价 这就是刚刚谈到 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走一个轮动 换别人当AI的主角 所以投资人要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 我觉得不必在琢磨 今年已经涨多休息的AI股 反而找这些刚崛起的主流AI 我觉得机会是相当大的 所以从这个电子股 在今天的成交比重 也是有提高的话 就是符合我刚刚所谈到的 以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氛围来讲 我觉得AI的反弹 并不是所谓的一日行情 我觉得接下来它还会是市场 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 那再来其他的族群来讲的话 一些个别股可能就是 那AI的竟然已经提到了 可不可以连这个机壳散热 一并先带一下好吗 好OK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壳的 像是银邦 秦城 陈明电 那我就简单来讲 第一个银邦就呼应我刚刚所谈到 它是属于就是今年已经先领涨的AI股 我就会视它叫跌升反弹 而且你看它的形态是破了这个季线之后的一个上升 而且今天你看尾盘 它现在也是翻黑的 这个就是涨多真的就是最大的利空 我觉得这个地方操作就是先谨慎一点 那秦城的表现跟银邦有点雷同 但它比较强的是它有上升级线 这个股价有打出WD 但是它的位阶是实属比较强势心态的一个高档整理 比较低档上来的可能像陈明电 那陈明电我觉得后续要看它的营收表现 因为当然它未来也会有一些AI制服器的一些即可订单 只是说这个订单的一个多寡还要再去看它后续的一个 接当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即可股来讲 比较倾向于说先站上级线比较强的你可以去做 但是像银邦这一种已经从高档拉回的 我觉得操作上还是要先小心一点会是比较好的 好 那刚刚也回到了你帮我们准备的 如果今天的热门股的追踪 您应该追踪什么样的标的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去找一些财报不错的一些中小股 你可以先压保一下 就是说因为最近很多公布出来财报优于市场预期的 其实股价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V转坦生 类似像3217的U群就是一样 财报公布前股价是看起来要破底 就公布出来的这个数字很好 你看这个外资投信开始回心转移的大买 就一个V转上去 那再来或者是找一些叫错杀股 什么叫错杀股 类似像昨天我们在国务现场有提到的2458的翼龙 法说会释出来的看法叫做短空长多 所以第一天 就是法说的隔天就上礼拜 一根跌停黑K下来 结果隔两天外资大买的一个回补 已经把那个黑K收复了 跟它很像的是什么 8299的群联 群联应该我觉得是这么讲 第三季的菜报本业的获利不如预期好 这个可能是让市场比较就是先反映这个财报的利空 因为毕竟财报公布前嘛 这个前面两个月已经先拉一波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点 是你先前想要买群联的人 趁这个利空要进场 我觉得它的逻辑跟刚刚讲到的翼龙很像 就是先反映这个过去的利空 就是短线的利空 但是毕竟明年 NameFlash的试况还是相当好 因为你看群联都要预付货款 来确保Name的零件的货源供应 那代表什么 代表公司已经看到 未来Name的可能会缺货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看今天群联也收了下影线 这个地方你如果看好Netflix 看好群联的话 我觉得今天来讲 你持有者不必担心 那空守者要进场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再来像是台报里面 也有机会不错的 像是车用扬声器的2415的昌星 当然它台报还没公布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你可以先行压保 这些低档个股 财报有机会不错的 因为以昌星来看 它的营收的一个状况 已经开始谈生了 代表说像整个营运的状况 有机会加温 像是它的第三季的营收 年增22% 那如果说接下来公布出来 第三季有机会转亏为盈的话 现在昌星的股价还在底部 因为毕竟它是全球这个 车用扬声器零组件的第一大厂 所以伴随着像Tesla 这些其他的电动车的品牌 都是它的客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如果假设它公布出来 第三季的财报 如预期是亏转盈的话 那么股价去做一个弹胜 绝对有机会 那再来尾盘波动比较大的 类似像富桥 这个就是昨天 昨天11万张耶 而且昨天外资买它耶 不过买它的外资 我觉得比较倾向于一些假外资 但是我们有聊到这种各国 当冲第一名 对当冲第一名 内支的菜 你看它的融资 9月份以来沿路增加 真的就内支的菜 那这场各国 我昨天也谈到 你就以当冲的角度去做 做它的价差 那今天很明显它就是弱 因为今天指数开盘是涨的 然后整个AI股 整个PC股 PCB相关的产业 并没有呈现强势 你看它今天开盘 就一直在盘下游走 这很明显告诉你 它就是相对弱势 所以有时候当冲的话 那这种个股 当然你说今天跌停要不要接 我觉得不必要 明天看情况 你再做进场即可 那这个就是告诉投资人 有些内支的个股 你在布局上 如果说你先前没有卡位 在低点 比如说已经像富桥 已经大涨一波上来 业绩又不是这么明朗的话 在操作的追加上 我觉得这个要稍微留意 那再来最后一个补充一下 我们昨天有谈到游戏 那游戏里面 今天最强的 你可以看到华裔 是连两天拉了两根掌停上来 我们这边有谈到 其实游戏股已经默默地在加温了 因为毕竟第四季 是旺季的一个来临 其实你看华裔 低档盘旋了一段时间之后 很快的 你看那两根掌停就喷出去 所以我们说游戏股 很多都已经在默默加温当中了 昨天有聊到的外资沿路买的是 3083的网龙 一次网龙的日K线 仔细看一下 走得相当漂亮 而且外资大概是默默吃货已经买了一个多月 短重长期军线已经向右上角纠结翻阳 今天一度又冲到波段高50.5 因为网龙来讲最大的利基 东南亚的一些游戏的授权 开始展开之后 在第四季明年整个获利的状况 应该会比今年有大幅度的一个好转 所以整个获利的一个情况也不错 那如果在第四季营收也有期待的就是大宇之 因为大宇之的新游戏10月份刚推出 那这款游戏在目前这个两大平台的一个下涨排行榜 都是相当前面的 那玩家的课金的一个比重 应该在这个游戏的蜜月期也会相当高 所以以大宇之来讲 形态也如同刚刚谈到的网龙 打了一个网形底之后 已经站上了季线的一个反压 看起来已经是站稳了 而且股价的位置点还相当低 再来算是黑马 业绩黑马的这红玉科 红玉科是在台湾 算是自制游戏的一个能力很强的公司 而且它是打进到日本的游戏市场 那因为9月份它有新游戏的一个推出的情况之下 营收在9月先行创历史高 按照目前这个游戏的蜜月期的一个状况来看 这个第四季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 缴出更好的成绩单 所以股价已经在10月中那一波 公布台报之后先拉一波 然后在50元附近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应该有机会叙事再上 因为毕竟今年的获利状况 应该也会是相当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刚萌芽 买气刚增强的游戏产业 应该也会是第四季的焦点 好 那最后30秒 我们看到这个当冲谷尾盘在这里多空厮杀 就以6117的引广 当然昨天也是当冲前几名 你看尾盘也有一些动静 系统啊 还有威盛啊 文业啊 富桥啊 好像昨天的一些当冲热门谷尾盘都动了起来 对啊 这代表说内支有慢慢 就是说 台股的人气有回来 其实你看今天跟昨天有截然不同 昨天的盘真的相对沉闷许多 但是今天量放出来了 然后看起来我觉得大户主力 甚至内支的归队的这个筹码 好像看起来有陆续来 就像我们昨天聊到的 就是大盘看回不回 那真的就是你再不进场就不行了 我觉得慢慢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产生 所以刚刚谈到一些内支的当中人气股 如果能够还是一样活泼的话 我觉得对于台股的行情绝对是整面加分 还不到收盘 还不知道多空谁赢呢是吧 对,没错 OK